美国增存军事存在感 而且还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军事战略 在亚太地区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是它的军事基地 就目前美国又有一个大动作 这可以将美国的军会节省巨大的开资 当然美国能够这样做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就目前美国走的军事战略目标来说 走上这条路可能是能够被美国民众接受的最好的方法了 韩国在一月份公布的国防经济预算中 韩国的2019年至2023年的国防预算 分别是46.7万亿 50.3万亿 54.1万亿 57.8万 亿以及留11.8万亿韩元 这样的军费和往年的军费相比较来说 增加了将近7.9% 虽然这一计划还没有正式被韩国国会批准 但事件与美国的压力来说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实这并不是突发情况 而是有预谋的 特朗普曾经就批评过五角大楼 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方面花费了太多的军费 面对目前世界的局势和美国对于军费的需要 增加韩国军费输出是很正常的 就从美国这几天闹着要将罗斯福号航母提前退役 特朗普政府为了军费这样的事都能够干得出来 所以对自己的好兄弟来说 是时候拿出一点东西来支持他了 也就出现了现在韩国增加对驻韩美军的军费输出的事情了 就目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政策和起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来看 这样的事情在以后必然会屡见不鲜 当然根据军事专家的预测 美国这一政策很有可能也会在日本身上使用 掌握了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命脉 所以才能够要钱要得如此顺理成章 在朝核危机中 韩国明显是很尴尬 而且在之前的诗词美哈交谈中 军费的分摊并没有谈好 但是就现在韩国公布的军费情况 明显在向美国是好 缺少自身的发展 日韩走的这一步也是很正常的 待会儿也有良好 再评论一点 终 aliens 译 在并且 这么便 唰 马虎 在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